首先來看到是花蓮一名男子 開車經過台11線 疑似為了要超車 結果他跨越了車道逆向 直接撞上對象的女騎士 又擦撞遊覽車 造成這名女騎士傷重死亡 警方電話發現 原來這名教室男子 他不但無照駕駛 而且還是個酒駕壘犯 當場酒車只勾達了0.98 遊覽車慢慢向前 黑色轎車突然跨越車道逆向直衝 結果下一秒竟然直接狠撞前方機車 零件當場噴飛散落在馬路上 轎車瞬間失去平衡 往左直衝撞撞撞護欄 車頭撞到凹陷冒出大量濃煙 這輛車轉了一大圈後 還擦撞到後方的遊覽車 顯像還身 26號下午32歲的林姓男子 開車行進花蓮台11線時 疑似想要超車違規跨越車道 撞上67歲的女騎士 再擦撞到遊覽車 警銷貨報後到場救援 其中一名男性患者是受困於車內 他的左大腿有開放性骨折 還有他身體有多處的擦傷 送醫後女騎士傷重不治 警方調查發現 肇事男子先前才因為酒駕被吊扣 駕照 這次竟然又酒駕 酒測值還高達0.98 讓女騎士家屬難以接受 恨死了 當下想衝去找他 所信受波及的遊覽車上 44名乘客都沒有受傷 由於女騎士也沒有駕照 詳細肇事責任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留幾家葉雲娜花蓮報導 南投飲料店指控說 有客人帶著兩個孩子來買飲料 疑似因為店員做錯飲料 氣得直接當場把這個飲料 砸到大馬路上 店家售後把監視器影片給PO網公審 遭到痛疲說 這個爸爸真的是做了最壞的身教 但是沒多久風向大轉變 當天爆料說 在這一間飲料店員工態度很差 有錯在先居然工審消費者 現在在店家Google不評論 也被灌爆了遭到一星喜伴 穿格子襯衫的男子 帶兩個小孩來買飲品 過了段時間飲料製作完畢 波霸奶茶製作成了波霸鮮奶 男子先生好心地說沒關係 這杯他吸收願意重新買一杯 但下一秒 像是頭球般把飲料往店外砸 嚇壞店員和小朋友 這起事件發生在26號 南投市復興路上一家連鎖飲料店 事發後店家把監視器Po網 網友痛批是最壞身教 但沒多久風向盡大轉變 網友灌爆飲料店Google評論 人家確認兩次你還做錯 還希望客人自行吸收 丟杯飲料在地上很好了 至少不是人進店裡 還有人批自己不檢討 Po影片公審 這家我買過 店員態度不敢領教 慘遭刷一顆心腹瓶 有民眾認為店家Po網 似乎過於激烈 但男子丟飲料確實不對 對此店家低調 不願回憶 希望能盡快撇息風波 記者曾偉鄉連員兵 王百英 南投採訪報導 在台東知名溫泉區 發生了死亡意外 有一名公務人員 來維修飯店照明燈 疑似因為沒有事先斷電 而且穿著拖鞋 結果遭到電擊昏倒 救護人員緊急將這名男子送衣 但最後還是會聽法術 草地上救護人員 圍在男子身旁 雙手不停壓胸 為男子CPR 無難男子還是昏迷不醒 完全沒有反應 因為這名男子剛剛才出電倒地 事發在台東知本溫泉區 周姓男子是台東縣農會公務員 27日傍晚接到飯店反應 廣場前照明燈不亮 他繫上工具袋 穿著拖鞋就去維修 沒想到剛從電箱拉出電線 疑似因為沒有先斷電 瞬間遭到電擊倒地昏迷 目擊遊客看到都嚇壞了 救護人員抵達現場 周姓男子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左側眉毛還流著血 救護人員進行CPR搶救 將男子送往台東馬街醫院 但急救後還是回天法術 資深水電師傅提醒 維修電路時絕對不能穿拖鞋 工作中一定要穿球鞋 不然就要穿我們的安全鞋 下雨天最好是穿雨鞋 這樣才不會接地 然後就會趕電 就是會死亡 很危險的 台電人員也到場量測電壓 釐清事故源頭 整起意外發生缺陷原因 還要等相關單位詳細調查 記者潘正賢 吳亦軒 台東採訪報導 台灣警方偷獲了違法的賭場 園警攻堅特別利用深夜摸黑 結果果然逮捕了負責人 賭客28個人 並且查扣了149萬元的賭金 以及抽頭金 OK 繼續 來 來 給你 不要動 不要動 園警摸黑在走廊埋伏 算準時機 破門而入 將賭場人員逮捕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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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拍照 27號凌晨2點多 桃園警方接獲情報 一名26歲的蔡姓男子 在天翔五街一處停業的護理之家 違法開設賭場 警方組成專案小組 擬定微捕策略後 到場查棄 由於賭場對外有多條通道 賭客容易分頭逃跑 因此警方不使用燈光 用手扶著牆壁 靜悄悄地摸黑 進入賭場逃身踢埋伏 成功控制把風人員 並一舉逮捕賭場負責人蔡姓男子 以及27名賭客 組成專案小組監控 見時機成熟 向桃園地方法院 申請搜索票獲阻 當場查獲蔡姓負責人 及賭客共28人 警方共查扣賭資和抽頭金 共約149萬元 令查扣監視器主機 賭具 還有點鈔機等物品 全案將以賭博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劉志展 王毅德 桃園報導 天氣熱有蛇 跑進民宅不稀奇 南投水裡消防隊出現了 1.5公尺長的黑莓警蛇 還鑽進了鐵櫃裡用力撞人 讓老經驗的消防隊員 當場都嚇了一大跳 值班台前出現一條 1.5公尺長的黑莓警蛇 消防隊員一邊接勤務電話 一邊還得壓抑金控的心 趕緊叫來同事幫忙抓蛇 滑溜溜的黑莓警蛇 鑽進值班台下 消防隊員一個拿手電筒 一個拿捕蛇夾 仔細尋找蛇影 當兩人正想把鐵櫃搬開時 嚇一跳 鐵櫃的門哄一聲被打開 消防隊員差點嚇得跌坐在地 原來是黑莓警蛇 鑽進鐵櫃裡 力大無窮還把門給撞開 我要去抓車 結果他說值班台 我以為他還開玩笑 反正說把他移開 當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門就突然就撞開 我們在那邊嚇一跳 這條黑莓警蛇屬於保育類 最後轉交農業處保育科 他疑似天氣熱跑進室內 但好巧不巧鑽進了消防隊 簡直自投羅網 記得曾偉翔 林元兵 吳彭馨 南投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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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